2022年 殷居商王林区有了最新豪谷发现 出土了青铜鼎 青铜绝 青铜菇等五丁时期的器物 制造者的想象力和器物的精美程度 令人叹为观止 鼎应该器别比较厚 整个腹部有纹饰 非常精美 上面是奎罗纹一排 下面一排是乳丁纹 这个字来按照现代的考试 相当于踏发了它 它是家族的嗜好 说明这一组青铜器 这是踏实的青铜器 这一组名书出来的王林区 这都是不简单的人物 我们怀疑它就是王族之后 这个是绝 上面有个掰体有硫 下面三个三棱性的组 青铜器纹饰也是非常精美 主题纹饰头体 上面有交叶 又填了一个奎罗 这是菇 上下也是个喇叭口 中间的所谓细的 它的主体纹饰也是陶铁纹中间 我后面还要去用X光药检测 检测它有没有纹字 再一个把它的那个纹饰 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殷商文明独特的个性之一 表现为浓厚的神权氛围 商朝狂热的祭祀制度 同样并后世感到震惊 在商朝 特别是殷商中晚期 考古发现了国内目前最大规模的人际遗址 经1976年发掘的191座祭祀坑中 就发现1178具人骨架 这些长方形数学内所埋葬的人骨有全区的 有身手分离的 也有无头的躯体 《五丁王》里面这个时期的祭祀规模 祭祀数量都非常大 甲骨纹总共有16万片左右 其中一半都是《五丁王》这个时期 因为每一片甲骨纹几乎对应的就是一个祭祀 甚至是数次祭祀 最多的能杀好几百头牛 用人的话一次能杀枪人 也能上百个人 关于人际的制度 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 发掘出殷商时期的大量人际遗址 及伤亡占卜献祭的甲骨课词 才明确进入现代考古人的视野中 2022年 牛士山带队在殷须伤亡邻区 发掘祭祀坑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挖下去发现它跟一级的一级的 它不一样 如果以骨骼的种类统计的话 它有人坑 狗坑 人与狗的组合坑 人与狗猪的组合坑 人狗猪羊的组合坑 每个区域现在看上去有封好几片 祭祀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有学者认为 在新石器时期 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祭祀的原始宗教 在商朝发展到了顶峰 甚至成为国家宗教 人祭的出现也伴随着商朝对外扩张和侵略 他们是奴隶还是战俘 祭祀坑中的牺牲组合 体现了怎样的祭祀意义 考古学者正对此进行新的研究 然后这次我们重新的对这个马进行了采样 之后会进行这个毛色种属 各方面的动物考古学的一个鉴定 要找出哪个人头是哪具骨架的 其实以后要做这个工作 是俘虏还是近亲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是怎么砍杀的 然后他们营养怎么样 多大年龄 性别 这有很多道德都需要逐渐逐渐跟它揭开 2022年 在商王林区西南部一带 发现了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的西州遗址 出土了桃栗 玉戈 桃旺等西州文物 商人的土地上 为什么会出现周人生活的遗迹 这里是否也暗藏了周人灭伤的历史线索 这是2022年的第一地点发掘的桃栗 它是吹竹用器 这全神文 是为了装饰 这个方式为了加固气壁 灯布不明显 小石组根 上上一个周石里面是不一样 它组是空腔的 有档的比较高的档 这个就底下平档 从考古分类角度我们可以分出来 在商代晚期殷须这个地方 几乎都不见这些东西 但是到西州突然就来了 反映了文化的变迁 然后文化变迁背后的就是人穷的变迁 然后也反映了它的社会变革 商朝灭亡后 从殷商都城到祭祀制度 都被周人强行抹除 然而殷须亡灵最早是何时被盗绝 是否出于招人之手 目前尚无定论 所以我们在西州初年的墓藏里面 我们就发现了大量的殷须时期的青董器 比如说很著名的陕医生考古院 发掘的咸阳 四谷山 MXM4 作为一个政权 对上一个政权的一个认识 它的神圣性没有了 我也不会把你做一个神圣之地了 那么也就标志到 殷须在这个时期就彻底就灭掉了 猪人怎么来的 猪人来了多少人 猪人来了以后 怎么处理商朝的人 这些全要通过这些地层关系 通过西州 叠压或者打破商风产地层关系 来解决 因商之际 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政权转换 还需要依赖大量的考古时政 来还原真相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文物库房架子上 一框框发掘出土的碎片 等待重生 那先把这块固定住了才行 看它变形不变形 我们最后才能去沾 从工地上过来之后 都是碎片 我们分单位 必须先清洗一下 等它晾干之后 我们会一片一片的 往里边写这个探访号 一记号 探访里边分灰坑啊 有房纸 还有那个墓葬啊 按文字 出绳纹 有细绳纹 还有树面 还有袈裟的 一个单位 一个框里边 我们这样必须要 必须是很清楚的这个 面对数以万计的陶片 考古工作者正耐心地 将它们整理 拼合 修复 将这些碎片还原成历史的真相 刷得往前一区 这整个东亚这区 这当时的整个东亚这区 一超独大的 一个 王多 管理这个东西 1500公里 超过1500公里 一个大国家 大型国家 整个当时的世界上 都是超级大 每一步 每个阶段 希望能够 把地下情况搞清楚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考古工作者 在殷虚的环河南岸 发现了三横两重的大义商干道 2022年 又考古看探出了南北向干道的路沟 及两个路口 近十几年 我们安阳队加大了在道路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如果我们把这个框架做好了 那么我们对于殷虚都城的这个布局的格局的一个认知 可能会发生巨大的一个改变 殷虚遗址的建筑格局和祭祀遗迹究竟是怎样规划 殷虚亡灵究竟被谁截略 商周之际还发生了哪些风云祭荡的历史变革 殷虚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地带 殷虚亡灵和宫殿宗庙遗址的许多未解之谜 正等待考古人逐一解开